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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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講的這個東西就是Moral Hazard的Theory 那如大家所知的這個是我們正常Lecture的最後一堂 然後下禮拜開始你們就報paper吧 所以在paper之中 雖然說是只有最後兩篇 有很specifically提到這個Moral Hazard 不過你仔細想想的話其實之前也不是沒有出現過 畢竟只要你有principal跟agent 然後agent的某個action你 somehow沒有辦法控制 基本上就可以視為是某一種Moral Hazard 對吧 不過這裡有一個蠻critical的issue就是 雖然agent的某一個行為你不能控制 但是你能不能觀察或是verify 其實是有差的嘛 比如說 假設有一個供應商定價 然後零售商接著要定存貨啦 或者是定這個 定價之類的 零售商跟供應商的定貨量 是零售商自己決定的 對吧 但是零售商的定貨量是observable的 而且也verifiable 所以那沒有什麼問題 那個就不是Moral Hazard OK 因為那個action是看得到的 那或者是零售商定的零售價 那個當然也是看得到的 所以這些事情都沒有 都談不上是Moral Hazard 只有像比如說我們這裡舉的例子 像是 他的一個private的action啊 或者是effort啊 或者是 他有沒有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然後看不到 這樣子才算是Moral Hazard 好的 那所以總之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在講final人要game的時候 在解second best後來解出那個 兩個first order condition 那老師好像有提到可以 嗯 透過決定那個mu來做nextmise嗎 那 呃 我不太知道為什麼要set那個mu 因為 好像他應該是要決定 好像應該是要決定那個a嘛 那 這邊解 這邊決定mu的意思是 好 呃 我們這個解這個 這個 這個problem 就是我們的principle現在要解second best 那second best 因為有兩條constraint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解出兩條這個式子 那 這個時候呢 呃 你可以發現 我們在這裡寫的這個notation 稍微地有一點點的misleading 這個地方我們寫w0w1 對吧 那實際上呢 這個a也可以說是decision variable indogenous 只是a符合這條式子 讓a是受到w1跟w0的影響 來讓agent做出選擇 好所以你知道大家都是變數 那這個地方呢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這裡好像應該實際上是要optimize a跟w0跟w1 所以好像不是什麼principle可以調整mu來blablabla 這樣子 所以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它大概是這樣講的 就是說 我今天這裡有一個optimization problem 然後optimal solution要符合這個條件 對吧 那也就是說不同的mu和lambda 會決定不同的w0跟a跟w1 給定mu跟lambda 你的principle做的decision 那三個變數的值就會改變 然後它的profit也會跟著改變 對嗎 對 然後從這個求解的角度來看 你可以說mu跟lambda是給定的 它可能會在求解的過程中會慢慢的update 或怎麼樣 但是你可以說它是給定的沒有錯 只是說 我們在這裡看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你這個principle 它在一開始的時候 在一開始還沒有決定任何的optimal solution的時候 mu跟lambda是不知道的嘛 也就是說它不知道這個求解的process 會給它怎麼樣的mu跟lambda 所以這裡是有彈性的 它實際上的最佳解會發生在最佳的mu跟lambda身上 就是mu1、lambda1給它一個profit mu2、lambda2給它一個profit blablabla 所以最後optimal solution 會發生在optimal的mu跟lambda身上 所以這裡這句話寫principle 可以調整mu來improve它的expected profit 一定要講的話呢 它的主詞如果換成另外一個人可能會好一點 就是這個求解的過程 可以調整mu來optimize這個objective value 這樣子 並不是說mu是principle選的 因為實際上能選的東西就是w0、w1跟a 這樣子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有 好的 那所以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你知道它實際上principle是做那三個決策 只是給定lambda和mu了以後 決策就會跑出來 然後那東西就會update 你如果 你如果學過比如說 這個 Lagrange relaxation這種方法的話 一般來說你大概知道 一開始會給定一個initial的mu跟lambda 然後principle就會按照first order condition 去求出optimal的那三個值 然後會發現這三個值要嘛infeasible 要嘛就是suboptimal 然後他們就會去用某一些方法update mu跟lambda 然後慢慢的一直update一直update一直update 直到收斂為止 收斂了以後呢 基本上 那就看problem是不是這個convex與否 然後會決定他是不是optimal solution 總之 總之細節不是重點 重點只是在 最終我們會停在optimal的mu跟lambda身上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optimal solution 這樣 我想問一下17a那邊 就是 他有一個寫那個負無線大 為什麼會到負無線大 就是我會想負無線大的話 這樣A選的我不會想要選 這裡有一個負無線大 那 這個contract他怎麼做的呢 他當然就是 我 這個principal啊 他現在想要induce 這個first best的action 那就是要讓這件事情成立 那我們呢知道 什麼outcome 我們知道什麼outcome 是所謂的first best嘛 就是當agent 把A star 丟進去的時候 會得到的output 就是first best 所以 我身為一個principal 我知道這個東西 他 我希望看到的結果是什麼 然後結果是看得到的嘛 Action雖然看不到 但是結果看得到 然後Action跟結果也有一對一 所以 如果我看到的是這個Action的話 我就補貼你 你那個effort需要的錢 所以這個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不然的話呢 我就要強迫你 不想要選那些contract 因為我現在不能指定你的effort 所以我就可以指定說 嗯 我要是看到結果是什麼 就給你多少錢 結果是什麼 就給你多少錢 只要結果不是Q start 我就叫你賠我兩億 之類的 那 實際上 Agent想不想要接受這個contract Agent就會想說 嗯 我有這個option 那我要是選這個option的話呢 我就需要投入A star 這麼多的這個effort 但是我的cost也會被compensate 所以這個是OK 這樣子 對 那這樣的話 Agent還是願意選的 因為Agent的equilibrium 或者是profit I mean equilibrium的utility 或者是profit 都還是 呃 non-negative 好 所以Agent現在看到這裡 可能要付很多錢 但是Agent不care 因為反正 Agent不要讓這件事情發生就好了 這樣可以嗎 就像比如說 呃 假設你去這個 我不知道 假設你去某一家公司打工 然後那公司給你一個任務 就是說你這個任務要是完成的話 就給你500 你就覺得嗯 好行 沒完成的話呢 你就賠我2億 你就緊張了一下 你講 這件事情會不會沒完成 不過如果你 outcome是deterministic 或是somehow 表示你很有把握 就是你只要做點什麼 他就會完成的話 你就不擔心那個賠償到 就2億還是200億還是2000億 反正就是你把它完成就好了 這樣 我覺得這張粉餅很像那個限制是 A要屬於那個東西 就是 就是那個pation在做決定的時候 就是他可以知道自己付出多少能力 可是為什麼他會可以知道就是W的樣子 就是看起來很像是他會決定一個L 讓他自己的效用或者什麼最大 可是那個W不是應該是由那個廠商訂出來的嗎 嗯哼 就是怎麼會感覺他已經知道了 這個game當然是有先後順序的嘛 就是 Stage1的時候是廠商決定 報酬的函數 怎麼樣的受到Q來影響 然後Stage2的時候是Agent決定他的effort 所以當Agent要決定他的effort的時候 Agent已經知道他的這個報酬函數 I meanW長什麼樣子 然後根據那個去做optimization 所以這個地方實際上可以拆成兩段來寫 你看我們在解LEN model的時候啊 這個 這一頁 我們是先說給定一個報酬的方式TS Agent要先選一個optimal的A 然後我們經過一番推導了以後 發現optimal的A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再把它帶進去得到principled problem principled problem這裡是真的只有TS 是decision variable 因為A已經不見了嘛 A已經被帶成equilibrium的A 那這是一種寫法 另一種寫法就是比如說像這裡 他是把東西是寫在一起的 好像彷彿agent的action也是principle在控制的 只是實際上呢有這麼一條限制式在 你agent到底會做什麼選擇 實際上是必須要符合這個限制式 也就是說給定W以後A就會出來 這樣子 那這裡是這個寫法 這裡也是這個寫法 然後這裡也是這個寫法 這樣子 那他們寫在一起或者是跟LEN那樣子分開寫 實際上是一樣的 實際上是一樣的 所以 你可以看到這裡的話 就是比如說我一旦決定 嗯這個 W這個東西是要開根號呢 還是要什麼 他是這個 某個特定的形式還是怎麼樣 那agent就會把這個 announce的這個W這個函數 把它帶到這裡面來 agent就會考慮 嗯我投入affer以後會得到一個Q Q會得到一個W 那他就會決定他的utility as a function of A 他就去解他 解出來了以後呢 那就是上面的A 對 所以agent的確是知道W長什麼樣子 在第18頁的 這個 為什麼agent的utility是 U of W-A 而不是說 因為他現在是把一個 utility減掉他的cost 為什麼不是 括號起來打出-A 然後再取utility 那之後的 之後呢 每個例子都有出現這樣的情形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就是 我們在這裡講的這個utility是 U of W-A U of W-A 為什麼不是 U of W-A 而不是U of W-A OK 那為什麼-A是放在U外面 而不是放在U裡面的呢 你要是看比如說這裡 這是這個 嗯 Binary outcome Binary outcome 顯然是同一回事嘛 W0或WY要放在U函數裡面 但是A是外面的 那如果你看LEN的話 LEN就不是 LEN剛好反過來 我這個agent的utility 取決於Z 這個報酬的大小 而Z是把賺到的錢 跟cost 合在一起算 也就是說cost這個東西 是放進報酬裡面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前面這兩個model Deterministic跟Binary 是把cost放在utility function裡面 但是LEN是把cost放在utility function外面呢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 其中一題Lecture problem 既然都問了 你們就開始討論吧 猜猜看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有沒有什麼理由 就是 呃 假設 UW1跟UW0 把A放在外面減掉的話 它們是一起 呃 同樣數量下降 但是如果把A放進去的話 在不同的W1跟W0的位置 它U下降的幅度會不一樣 這樣講當然是沒有錯 不過你仔細想想的話 我們實際上是比較這兩件事情 對吧 那身為一個agent 他其實一開始的時候不知道 W0跟W1會是多少 今天他每一次在街上走動的時候 他就是在想著說 嗯 要是我賺到 若干若干元的話 那如果我需要付出若干成本 去做到那個若干若干元 那我的utility 合起來會是多少 這個是同樣的意思嘛 所以 在跟廠商開始要簽合約 看到W0跟W1之前 他心裡就已經 要不是這樣就是那樣了 所以這跟W0和W1其實沒有關係 純粹就是他的utility 怎麼受到報酬和成本的影響 對 所以 你如果要嘗試解釋 為什麼是這樣 而不是那樣的時候 應該不會是從W0跟W1去解釋的 不過 你剛剛說的當然沒有錯 就是 這兩件事情是不一樣的 這兩件事情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什麼別的想法勒 那這麼說好了 這兩個不一樣 應該 還挺明顯的吧 你把不同的數字帶進去的話 有utility可能會不同 所以 給定不同的W0 W1 了以後 可能 decision也會不太一樣 這應該OK吧 反正你agent 今天要 比如說 求這個 這個最佳解 因為agent在給定W0跟W1 了以後 他要去決定他的optimal 的action 對吧 那今天這個form 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當然就是因為他的utility function 長得像這個樣子 然後把這個東西拿來對A一次為分 才會得到下面這個 對吧 如果你把A放在裡面的話 會長什麼樣子呢 你也做得到 這就挺複雜的 對 挺複雜的 那你可以試一下 他你如果把A放在裡面 然後去把他東西 做出來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會 挺複雜的 然後得不到 我們在這個proposition裡面 這樣子 算是很容易可以解釋的結果 就是比較複雜 雖然說 這個insight是不會錯的 insight是不會錯的 因為你沒有 沒有payoff的difference的話 他就不可能會take any action 所以這個insight是沒有錯 但是你要證明他就會變得很麻煩 ok 所以你簡單的回答這個問題的話呢 就是為什麼action放在外面 假設 假設這兩個都很合理的話 那放在外面比較好算 這可以接受吧 放在外面顯然比較好算 可以嗎 因為你這樣一為分就剩下這個東西嘛 前面的東西這個u of什麼的 又是一個常數 所以顯然比較好算 好 那所以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所以這樣跟這樣 有沒有誰比誰合理 我覺得其中 會想其中的原因就是 他是有sequence 就是我會先看到 principal給我多少utility 然後所以我就會先算說 欸這utility怎麼樣 然後藉著再看我自己的action 就會覺得把它切開 就是有順序的感覺 好 所以切開有順序的感覺 所以切開有順序的感覺 就是這個 這個 就是它對於 不確定 有報酬的 那個 的效能 就是像就是它的pale 就是reset versus那個 可是A是一個 就是不管 最後出現結果是w 還是w 它是一個固定的數 所以 A感覺可以放在外面 反正它不需要被那種 被線性的函數捕捉 好這裡提到的就是 U這個函數的 這個concave的這個shape 是在捕捉說 我對於不確定的報酬 可能會感受到的 這個utility的distortion 那A的話反正是固定的 所以 不知整體就想要把它放在U的外面 大概是這個感覺吧 實際上呢 這東西到底要放在裡面還是外面 就是經濟學家 和 甚至心理學家等等 他們會討論過這問題嘛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那實際上結論就是 兩派都有人支持啦 兩派都有人支持 那所以也沒有什麼好或壞 左邊那一派的人呢 那就是覺得說 嗯這個 你把A想成是錢 W也想成是錢的話 你最終當然是拿profit 來放進utility function 這樣子比較自然 這樣比較自然 所以有一派的人是這麼講的 另外一派的人講的 就跟剛剛兩位同學講的 差不多 就是 現在uncertain的東西是報酬 所以我只有uncertain的東西 會被我的risk averse的這個態度影響 那 Action帶來的effort的cost 是固定的 所以 無論如何就是要付那麼多錢 我就覺得他就是那麼多錢 這樣子 那 這個硬要講的話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 你如果去買彩券或是買呱呱樂的時候 都是一種什麼心情 就是你知道 嗯這個呱呱樂買下去 可能會沒中 可能會中100塊 可能會中500塊 可能會中1000 2000 510萬之類的 就是有個random的報酬 對吧 然後這個採決 這個呱呱樂買下去 無論如何就是要花100塊 這樣子 那 是不是會有人做以下的想法 就是 我在決定要不要買呱呱樂的時候 我當然是衡量了一下 中獎的機率 和中獎後的報酬 對吧 當然你不可能會去算期望值 因為期望值一定是比100小 這個大概沒有什麼好算的 那就是想你有多麼的想要靠這個東西賺到錢啊 或者是怎樣怎樣如何如何 但是你似乎是把賺錢 這個random payment的期望值 標準差等等各種東西 放在心裡衡量了一下以後 才考慮值不值100塊 對吧 大家都是想 嗯如果是0的probability 100的probability 500的probability 1000的probability 怎樣怎樣 好像都不是想 -100的probability 0的probability 400的probability 900的probability blablabla 所以 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確實很多的人在考慮random的payoff 和certain的cost的時候 是拆開來算的 拆開來算的 當然我是沒有做過什麼實驗 不知道大家到底都是怎麼想的 所以也沒有什麼好根據不根據的 但總之就是 兩派都有人支持 就挑簡單的那一派算就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然後你看LEN的話 那LEN為什麼會長這樣子呢 LEN為什麼會把cost放在裡面呢 因為cost放在裡面比較好算 對 你LEN如果把cost放在外面 就會完全算不出來 大家有興趣可以回去試一下 這是這什麼啊 那個什麼都完全沒有 這整個就是一團 一團橡湖這樣子 對 所以LEN就要把cost放在裡面 那反正兩派都有人支持嘛 所以你也不會怕說 這個如果放在外面還是裡面 會不會就被reviewer訂爆啊 還是怎麼樣之類的 就還好 就還好 但是 你硬要說的話 是模型的限制 也可以這樣講 沒有錯 第三實驗 就是在講那個LEN model的時候 一開始我先做三個假設 嗯 然後就是我們就會去想這三個假設 是不是符合常理嘛 然後就是想一想後就覺得好像還可以 就是那個exponential也是concave的function 就是他之後弄的那些是concave方學 是不是之後我們什麼什麼做不出來 什麼什麼做不出來 假設什麼的時候 像樣隨便設的時候 也都要全部都假設他的合理 然後是不是 就是會想說就是 我覺得合理所以人家覺得不合理啊 會是不是有什麼樣的考慮這樣 這問題還挺general的嘛 就是 對於你今天的某一個你要study的問題 如果你要設一個model 那你要怎麼設 然後通常設model的時候 你希望他盡量general 然後不要太誇張 就是可以general一點 但是不要算不出來 對吧 所以你今天算不出來 要做一些假設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設定這個model 那比如說像這裡 剛剛有提到 比如說 negative exponential 它也是concave的 所以挺ok的 那實際上當然是這樣子 沒有錯 你今天如果要幫你的 比如說某個function 設定特定的形態的時候 他得要說得過去才行嘛 那就是至少要有人支持你的 這種function的設定 不然的話 就大家會覺得不好 大家會覺得你的result 推出來是這樣 可能是受到你的假設來造成的 那它跟實際情況如果差很多的話 大家就不能接受 比如說這裡 假設你說 agent的utility是convex的 比如說是正常的exponential function 假設你這樣設 而且最後推出東西來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沒什麼邏輯 因為我們很少去討論 agent是risk-seeking的情況 當然你這個時候你可以說 如果agent risk-seeking 就怎樣這樣做如何 那大家就覺得ok了 因為你討論就是這個樣子 或是像比如說 你今天假設 隨便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這個random outcome 好了 你說q是a加ε 那然後ε是一個normal 大家一般來說覺得ok 因為ε是normal感覺很自然嘛 對吧 你今天付出努力到一個程度 然後outcome是random的 但是理論上 應該在你的努力程度的附近 機率比較大 飄的遠的機率比較小 你今天如果硬要假設說 ε是uniform uniform大家還可以接受 你假設ε是exponential 大家就覺得不知道在幹嘛 對吧 就是exponential就是 嗯...為什麼會這樣 說不過去 那這樣的話自然大家就會覺得 就算你推出很漂亮的result 大家也會覺得這東西 不太能接受 這樣子 對 所以其他東西也是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常常假設 cost是convex的 對吧 cost和convex的一般來說 大家都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白尺乾頭更進一步很困難 所以你的effort就是顯得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然後那個東西 那個effect最終就造成你 白尺乾頭更進一步非常困難 然後或者是benefit 就是marginal utility 不對 utility設成concave的 也是差不多意思 對 因為你已經吃很飽了 再吃下去就效益就會很低 那這些東西都是很自然的設定 如果你硬要把cost設成concave 你就要告訴別人說 喔我今天特別討論的是 比如說什麼learning effect 所以我做的越多 我的經驗越好 我的marginal cost就會越低 等等 你得要告訴別人說 你特別是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我的results限定在這種環境下 那這樣大家就可以接受 如果你沒特別講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你這個很artificial 這樣子 所以實際上的確是要考慮它的合理性 那講到這個的話順便講一下 其實這個LEN這個model啊 雖然說是還蠻神的 因為它這樣子隨意設定一下 最後可以推出看起來很漂亮的結果 就還蠻神的 所以蠻多人寫paper的時候都會用到 比如說我們看的那最後兩篇paper 也是用LEN model 基本上可以解釋蠻多東西的 不過LEN model也是有很多缺點 也不是很多缺點 有人提出了一個缺點 那應該說有一些缺點 但其中有一個很容易理解的就是這個 影片中應該也有講這個T加SQ 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一般都是假設說 我們的principle 在努力地設計optimal contract 對吧 那如果我們假設它不是在設計optimal contract的話 這個equilibrium似乎就不是這麼有參考性 我們看我們這個學期已經學過了各式各樣不同的game 有沒有information symmetry 有沒有moral hazard 是screening還是signaling 都無所謂 你假設大家就是在盡力地追求自己的利潤最大化 或是預期利潤最大化 如果你設置一個game 然後大家沒有在做這種事情的話 就沒有什麼意義嘛 你就說我們今天來model一下 就是你家三歲的小明跟隔壁家兩歲的小美 他們之間在堆沙灘還是什麼打球的這個問題 然後呢兩個人的utility長這個樣子跟那個樣子 然後他們care的事情就是something else 兩個人就是不理性 然後也沒有要互動 然後就是你拉我的頭髮 我洗你的裙子 然後大家打架啊 這樣子 的話這個game就沒有什麼意義 對吧 你今天說有兩個廠商在設廠商競爭 然後他們要設零售價 然後就欸 我今天設零售價 我就把它設到對方的利益最大化好了 之類的 就很奇怪 就很奇怪 所以這裡也是差不多意思 我們呢 principle的compensation plan 應該要是Q的函數 對吧 就是根據 outcome給payment 那你也知道實務上 就有時候會是non-linear的 比如說你今天要是業績在10萬以下 就沒有bonus 10萬到50萬的話就有若干bonus 50萬以上也有若干bonus之類的 它可能是level function 或者是在某個range以下的斜率比較小 某個range以上的斜率比較大 這些東西都是有可能的嘛 那所以並沒有人規定一定要linear 所以你可以說linear是suboptimal 對吧 你一開始就限制說他只能用linear contract的話 那你principle最後做出來的東西 就很有可能不是optimal的contract 這樣子 所以這是len他這個受到批評的原因之一 跟你剛剛問的問題有一點像 我們做model的人假設說 那我們用linear contract吧 然後呢就有一些人跑出來說 喔不不不不不 這個linear contract是ok但是不夠好 因為實際上還有更多的可能性 在這個model裡面並沒有被討論到 就像比如說你也可以challenge說 negative exponential雖然是不錯 但是還有別的可能性沒有討論到之類的 就是都可以都可以 那就看嚴重度的問題 一般在len model裡面最被challenge的還是這個 就是這個linear這件事情 因為實務上太常看到nonlinear的compensation plan 那utility function反正這世界上就沒有人知道它長什麼樣子 所以也沒什麼好challenge的這樣子 所以這東西的確是一個問題 不過你看完這整套推導大概也知道 這東西如果不是linear的 基本上也不太知道怎麼推 因為不是linear的就無限多種可能性嘛 你也不知道怎麼樣設定 這個functional form啊什麼之類的 那實際上也是這樣子 應該我沒有記錯的話 in general moral hazard problem是解不出來的 in general 就是你隨便設它就是解不出來 它一定要有一些限制才行 對 那最後就是說 好吧 非得要有限制不可 那我們只討論linear contract 我想我們也已經盡力了 那反正實務上也真的是很多人在用linear contract 那我們就這麼做吧 對 也算是不得不得妥協 謝謝 我們來做個練習 這個練習是關於這個second best binary outcome second best的時候 我們知道model長這個樣子嘛 然後你就有兩個lagrange multiplier 然後你就弄一弄 得到了下面那兩條這個equation 是first order condition 必須要被滿足 然後整理出來以後變成這樣子 可以吧 好的 那現在這個東西啊 你知道我們宣稱 mu 在optimal solution底下會大於0 對吧 我們宣稱這個樣子 那現在請你證明 mu如果小於0或是等於0 他都不會optimal 這件事情是可以證明的嘛 你在假設mu小於0 有一些事情就會不對 你假設mu等於0 有一些事情就會不對 於是就沒有別的可能性了 mu一定要大於0 這樣的話我們這一頁講的東西就完整啦 試試看吧 你在假設mu小於0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你在假設mu等於0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好 題目熱個聲而已嘛 我就直接來跟大家作答一下 基本上呢 首先你看到這個式子啊 要是mu小於0的話會怎麼樣呢 那因為這個term是正的 這個term也是正的 對吧 所以就會變成浪打加上一個正的東西 然後下面是浪打減掉一個正的東西 那如果你這樣推的話 就會推得w0要比w1大 可以吧 那w0要是真的比w1大的話 比如說你看這裡好了 那這個式子 就會變成 這個方括號裡面就會變成負的 但是前面是正的嘛 這個又是負的 它乘起來不可能會等於1 所以呢 這件事情就不可能會成立啦 那或是你想的更直接一點的話 要是w0比w1大 那optimal的effort一定就是0 所以這東西呢 是不會成立的 那基本上mu如果是0的話 也是同樣的意思 因為mu如果是0的話 w0就要等於w1 那你這個地方帶進去 這裡等於0 這件事情一樣不會成立 或者是你在這裡想的話也是一樣 你一定要沒有理由 take任何的action 這樣子 所以呢 這就是為什麼 在這個problem裡面 mu勢必要是正的 mu勢必要是正的 這樣可以嗎 你不需要知道mu是多少 不過剛剛這樣子推論完 你就知道mu一定是正的 這樣就可以了 這東西只是我們數學上在推論的時候 這個technical的過程而已 當你有一個optimization problem 比如說像這樣 maximize something subject to constraint 的時候 根據constraint的sine 你會有 lagrangian multiplier的sine constraint 這樣子 有點像 lp-duality的時候 constraint的方向會決定 dual variable的方向 這樣子 這個東西如果是大於等於0的 那你就知道lum答一定要大於等於0 constraint如果是equality的話 那mu就可以是任何的數字 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今天最後會正出mu會大於0 實際上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把這些東西都放在等號的左邊 你如果想要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反過來啊 或者是幹嘛 你也可以把他們全部都移到等號的右邊去 變成0等於1-這一團東西 之類的 那你的sine自然就會反過來 或是像比如說 第一條constraint也是一樣 你把他們全部都移到右邊去的話 那 然後把式子反過來變成小於等於 你的lum答就要反過來 這樣子 但是最後解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 這樣子 所以 在這個步驟 我們說mu是unrestricted in sign 是因為它前面那個是equality 所以我們自己這樣子做 不過 雖然in general可以 但是在這個problem裡面 最後optimal solution會停在mu大於0的地方 對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LEN model LEN model你如果有印象的話 我們在影片裡面呢 直接跟你說second best 然後開始解 因為影片裡面的action就是agent 透過一系列的推導求出來的嘛 現在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它first best的話會怎麼樣 換言之我們想要證明給你看 second best和first best會不同 然後是怎樣不同 所以我們來假設action是observable的 OK 這樣的話呢 請你先把principle的contract design problem formulate出來 這裡會有三個decision variable s跟t跟a 因為principle現在可以指定action要做多少 而且只會有一條ir constraint 沒有什麼ic這種事情了 OK 所以就來試試看吧 把principle的contract design problem寫下來 好 開始吧 大家有需要提示的話可以看一下白板 白板上面呢是寫出這個problem的目標式 但沒有constraint 目標式的話 反正原本就是expected ofe-s乘以q-t 對吧 q就是outcome outcome的其中一部分要分給agent 那另外你要付他t那麼多錢 這裡跟之前的差別就是 你的action現在是可以指定的 所以你這裡不需要把它代換成s 或者是任何agent會選的effort level 反正action是你指定的 OK 所以action直接出現在你的目標式裡面 好 那基於這個邏輯 基本上你只要套用這個邏輯 在agent的certainty equivalent上 應該就可以得到一個合適的constraint了 你需要的東西是 agent的certainty equivalent of a 大概等於0嘛 那這個東西之前長什麼樣子呢 就是agent的benefit減掉cost 對吧 agent的benefit就是他可以得到什麼 他可以得到什麼 他可以得到什麼 t 還有勒 sa 還有勒 減二分之一平方 減二分之一平方 還有勒 這樣 Δ 對吧 說明看 ε error alu 這個東西就是之前的certainty equivalent 對啊 之前你是把這個獅子寫下來 以後 讓agent 對A為分 然後求出optimalA 但是現在agent已經沒有這麼做的權利了 因為action是principle指定的 所以principle指定完 A跟S跟T了以後呢 只要確定這件事情是non-negative的就可以啦 所以這個就是first best的情況下的principle的problem 就是只有IR沒有IC 可以嗎? 好 非常好 那沒什麼意外的 下一題就叫你把這個答案解出來 叫你把答案解出來 然後呢順便給你一個hint 就是optimal solution裡面commission rate會是0 試著把它解出來吧 我這邊寫的是 我把那個t帶回去那個 他的s 就是 1-s乘以s的那個t 然後把t帶回去2分之1s的平方 然後把1-s 然後帶回去3分之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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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 然後咧 然後最後他plus0的convention下來 他的s star會是0 嗯哼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做法呢還滿standard的 就是我在這裡有這個東西 那我有好多選擇可以讓他binding 那最簡單的還是看t嘛 就是我t就是想要讓他越小越好 小到有一天他binding 就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就把它變成 maximize sa 然後 你呢會把這東西拿上去 a-as加sa 所以就剩下a 然後-1-a平方 再-1-a打s平方sigma平方 這樣子 目標式值 目標式應該要變成這樣子 可以嗎 因為那sa跟sa會笑掉嘛 對 那如果你看著這個式值的話 基本上呢 有很多方法可以 至少有兩個方法可以shows是0 比如說你直接拿他來first order condition 那也是ok啦 不過呢更直接的方法就是你看這個s 這個係數是正的嘛 所以這東西隨著s是遞減的 所以如果要最大化這個東西的話 s就是要越小越好 那s是commission rate 所以s當然就是最小就是0 所以這樣子的話 s自然就要是0 這樣可以嗎 對 為什麼那個ce它的限制是 就是會是大於是 因為它不是就是那個 bination上面的詞 可是 就如果它是一個效用函數 它不是一個二進龍的東西 它只要比不投入的時候 來得好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它什麼事都不做欸 A等於0的時候 A等於0的時候 是不付出努力 這樣會拿到錢 還是會拿到t 呃 會拿到t啊 會拿到t啊 就是我剛剛只是在想 就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或是類似說大於等 一個A等於0的時候指數的樣子 那我們可以來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好 暫時先忘了我們剛剛那個題目 我們的utility function 是-1-a-z 然後是-1-a-z 的這個一串東西 對吧 那但是我們最後說 這個expected utility 就會是這裡是certainty equivalent of a 這樣子 這個大家有印象吧 對 然後我們說 我們要讓這件事情 這個要讓agent願意進來 就是要讓certainty equivalent of a 大於等於0 這樣子 對吧 然後 這邊剛剛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這個東西要是0 為什麼不是something else 比如說他不投入effort的時候的utility 之類的 對吧 先回答你剛剛那個問題的話 我今天agent他本 假設今天是second best 那agent本來就可以選擇不要投入任何effort 所以在他的ic constraint裡面 你就已經確定agent選的effort level 給他的utility 給他的expected utility 會比effort是0的時候的utility來的大 ok 所以今天你 剛剛講的那件事情是有考慮的 只是考慮在second best 而 只是考慮在ic constraint 那另一個問題是ir constraint的right hand side 為什麼是0 為什麼不是其他的數字 對吧 那這問題其實 蠻general的 首先你可以想 右邊這個數字有沒有可能是別的數字 因為通常我們都說你要讓一個adrian 願意幫你工作的話 就是他的 痾 你 他幫你工作的好處大於他所有的outside option 就比如說就是機會成本嘛 他如果幫你工作他就不能幫別人工作 所以你的薪水得要比他能找得到最高的薪水來得高 才行 對吧 那無所謂 假設這東西叫做t好了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ir constraint 你以前screening的時候的ir constraint也無所謂 假設這個數字叫t 實際上不會對求解有任何的影響 因為他就是比如說 這個地方變成一個正的constant 那唯一的差別就是 principle要給的這個fix payment要變得比較大 來讓這個傢伙覺得可以接受 這樣子 但其他的部分都不會變 然後我們以前講過說 transfer這種東西啊 對於system的這個效率是完全不重要的 system的效率只看這個system的output 那以這個problem來講output就是a 其他t跟s都是內部交易嘛 所以這裡是多少這個數字 對於這個system的efficiency 和這個first best second best的話 都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所以outside option這種東西 我們在一般的model裡面都不用考慮它 直接把它設成0就好了 因為沒有影響 那再來第二個issue 其實應該要跟你們講 不過影片就直接跳過去了 就是這個negative exponential 這個utility function 你仔細看的話 它是負的嘛 沒有什麼意義對吧 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就比如說你可以幫它加1 這樣 就沒有什麼差 然後呢 同樣的邏輯發生在這裡 這個東西如果讓它大於等於0的話 那就是說 這整個式子 它大於等於某一個constant 但是這些東西都是可以調整的 往上調啊 往下調啊之類的 就是隨你調啊 你開心就好 所以 這個數字實際上可以被你設成任何的數字 只是就是都沒有差 都沒有差 所以summarize一下的話 ir constraint的right hand side 如果要設成任何一個數字 就都沒有差 只要它是constant就沒有差 然後 ir constraint的這個左邊 是它的utility function 在ic constraint裡面會考慮 它如果不take action的話 報酬是多少 那自然就要比那個大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嗯 好喔 不過實際上呢 這裡有兩個 小小的extension 是我們在這門課裡面沒有辦法做到的 第一個是 你回憶一下你的 screening problem 假設2type好了 2type的話有兩條ir 兩條ic對吧 如果那兩個ir constraint的right hand side 都從0改成大T 就沒有差 但是如果改成TL跟TH的話 就有差 那種事情我們叫做type dependent 的outside option 但是呢 有時候會發生嘛 就是你這裡有兩個customer high type跟low type high type要願意買的那個 基本的outside option 可能跟low type的基本outside option 不一樣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的話 那你的model就會變得挺複雜的 挺複雜的 解出來的東西會不太一樣 OK 那另外一個是 一樣 這個outside option 今天如果有兩個principle 對著一個agent 競爭 就是比如說有一個salesperson 他在決定他要去A公司上班 還是B公司上班 那A公司跟B公司就要開offer 同時開offer 然後給這個傢伙選 選完了以後會決定A跟B的報酬等等的 那這個時候這個right hand side 就會是B公司開出來的compensation plan 帶給這個agent的utility 對吧 我A公司在開合約的時候 要考慮到B公司會開怎樣的合約 B公司的合約會影響到這個right hand side 那這個right hand side就不是constant 就取決於B公司的utility B公司的這些decision啊什麼之類的 那那個問題也是非常之困難 所以我們完全沒有在這門課討論的可能性 不過學術上有人是在討論這件事情的 OK 好 可以問得非常好 好 那關於這個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的話呢 那你的下一步很顯然就是想要把它 側底解出來對吧 所以 順著這個思路往下 你的optimal effort level 因為實在太簡單了 我們不要侮辱大家的智慧 直接幫大家解啦 optimal effort level就會是1 可以嗎 好接下來就是你們的工作了 來做點interpretation吧 首先我問幾個問題你們去討論一下 A是1的話 跟second best的比起來有沒有差 差在哪裡 什麼時候會沒差 A跟second best比較 然後2 這個 S是0 為什麼 這有什麼意涵 有什麼intuition 為什麼commission rate要是0呢 好先想看吧 我們這組討論的那個A的那邊啊 嗯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怎樣 那個三十頁那邊 就是有一個cost等於1分之1的平方 然後就是對那個agent來說 就是他的function應該是A-1分之1的平方 就是A-1分之1的平方 就是A-1分之1的平方 然後你把它做first order condition 你就會解出來A等1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對agent來說 對agent來說 他如果付出超過1 他就吃虧了 所以就是這邊你就知道說 從剛剛從這邊來看說 就是agent最多等於1 然後對principal來說 就是他就是要想辦法讓A集出 讓A做出最多的事 A等於1就是做出 當agent做出最大的努力 然後至於那個s那邊啊 就是s等於0是因為 當初有commission rate 就是因為principal不知道agent到底會做出 會做的怎麼樣 所以他需要給agent incentive去激發 去讓他願意做得更多事 那今天那個在first best的狀況之下 principal已經知道怎麼樣 agent怎麼樣做是最好 然後他也可以指定agent去做這件事 他就不需要提供incentive去做這些事 關於剛剛這個 A減1 1 2平方 稍微補充一下 今天平常沒事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傢伙是principal 然後他開offer給這個agent 對吧 這裡有t跟s 然後agent會決定action a 那你想像這個當成一個system的話 比如說消費者 或者是這個外部環境 看到的就只有看到a 那今天如果把這兩個人 合在一起 就是integrate起來 然後你去問說 請問這個system的profit function長什麼樣子 對這個 這是為什麼頭髮啊 對system來說 滿不合理的不是嗎 system來說 他現在就是要決定a 然後他要最大化什麼東西 那這整個system合在一起的話 他當然就是care他的這個事情成功的機率啊 也就是所謂的expected的q 那expected的q 就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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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亞欣剛剛講的那個東西吧 所以你把他們integrate起來的話 他的確optimal的 應該說system optimal的effort level就會是1 就會是1 然後你今天這裡我們說的first best first best是你看得到這個action 但是你還是做了delegation 就是事情是你在做的 只是我叫你做你要做多少 那很naturally的這件事情也會是one ok 所以他是efficient的 他是efficient的 那你如果再induce更多effort的話 就過頭了 就不是很efficient 因為cost太高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one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second best跟first best 比的話基本上比較小嘛 所以也沒什麼問題 有沒有人要補充一下 second best 什麼時候會跟first best一樣 在s跟在action的部分 有沒有說大家反應得非常惡劣 要嘛就是ada是0 不然就是sigma是0 對吧 這影片裡也有講過了 如果ada是0 表示這個agent是risk neutral的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不是很care risk 所以你呢把s設成1 他也沒有什麼好反對的 然後呢他就會take action就是one 或是如果今天sigma是0 那雖然他是risk averse的 但是也沒有差 因為根本就沒有risk 所以你一樣可以把這個 commission rate是1 那他的effort level就會是A 這樣子 可以嗎 effort level就會是one 就會是one 所以如果他不是risk averse 或者是outcome沒有oncertainty outcome沒有oncertainty 對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會有 second best就不會有efficiency loss 可以嗎 好最後一個問題 今天這裡是s等於0 對吧 那雅欣剛剛說今天如果我這個 我來指定agent要做什麼 那我就不用給他incentive 讓他來做事情 以前的commission rate之所以要是正的 是因為我要給他incentive他才會做事情 OK 現在的commission rate不需要那麼高 因為我叫他做事情他就會做事情 對吧 所以commission rate不需要那麼高 OK 但是為什麼commission rate應該要是0呢 難道不能是別的數字嗎 我們覺得是他就是一個transfer 然後所以在系統裡面 他就是a跟p帶互相有共 所以射成0沒有差 所以射成別的也會optimal嗎 射成別的應該不會 但是因為principal想要讓他是最大 所以他會給什麼 對 所以問題就是為什麼s是0的話 可以最大化principal的profit 應該不用給agent錢 好 雞同鴨獎勵翻譯 沒有 你回憶一下剛剛說的問題 今天你agent商號得要給principal錢 對吧 因為講錯了 principal商號給agent錢 因為你指定agent做某個effort 你指定他做某個effort 所以你就要給他錢 你要嘛透過s給他錢 要嘛透過t給他錢 就這樣 然後就是trade off一下 反正你如果s變大 那t就變小嘛 諸如此類的 對 所以現在的問題只是 最有效率的給他錢的方法 似乎是這種 那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agent是risk averse 然後所以他最好的狀態就是 他完全不承擔風險 如果讓他承擔風險的話 他拿到希望報酬會比確定的情況下大一點點 所以對principal來講 如果給他不確定的報酬 會輸出的比較多 沒有錯就是這個樣子 你agent今天是risk averse的 所以他不是很喜歡risk 如果你給他s的話 那給他正的s 他的payoff就random了 對吧 那對他來說random的payoff 同樣一個random的payoff agent就沒有那麼喜歡 principal就很喜歡 因為principal是risk neutral的 所以這裡有一個random的payoff 那agent跟principal會去衡量 他覺得他值多少錢 就是他expected值多少錢 agent如果覺得值100塊 principal可能覺得值120 OK 因為agent的utility是concave的嘛 所以technically你如果把s變大 t就要變小 但是對principal來說 那樣是不划算的 因為你的s稍微上升的時候 t掉下降很多 你的agent才會願意接受 這樣子 所以agent prefer fixed payment 因為agent是risk averse的 你用他prefer的方式付錢給他的話 就會比較有效率 這樣可以理解吧 就像比如說假設今天 韋智在我的公司上班 然後韋智可能prefer 比如說我們公司有兩種付錢的方式 我們可能會付給你現金 或者是付給你 不知道可口可樂之類的 等價可口可樂 可口可樂可能是很珍貴的商品 這樣子 然後韋智可能就是很愛喝可口可樂 所以我們就說 給韋智可口可樂的話 就比較有效 你就會把可口可樂給偉製 而不是給不喜歡喝可口可樂的人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好的 所以今天因為agent喜歡fixed payment 討厭commission rate 你就用他比較喜歡的方式付錢給他 這樣比較有效率 反正你身為principal沒差 反正你沒差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達到最佳解了 所以最佳解的s就會是0 這樣可以嗎 然後今天就算 在second best裡面 agent是risk neutral 或是沒有oncertainty 你的action會變成1 跟first best一樣 但是你的s還會是1 s是不可能會變成0的 因為second best裡面 沒有commission rate 他就不會做事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commission rate的部分一定會不一樣 不過action是有可能會一樣的 如果second best裡面沒有oncertainty 或者是沒有risk averse的話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個就是first best 這個題目其實跟剛剛講的已經差不多討論完了 你如果今天是LEN model 然後你的action是unobservable的話 我們都知道equilibrium的action A star就會是s 對吧 A star就會是s 所以 你今天如果要設一個commission rate 去induce efficient的action的話 你要設多少 當然就是要設1 今天你明明是second best 你還是有機會可以induce optimal effort level 就是1 你就把commission rate設成1就好了 沒錯吧 沒錯吧 所以問題是 為什麼這樣做不划算 為什麼這樣做不划算 你身為一個principle 今天你如果把commission rate設成1 你induce到的effort就是1 這樣子的話 這整塊餅是最大的 system的profit是最大的 這整個channel能賺到的錢最多 但是你身為一個principle 你覺得這樣做不是很划算 為什麼 是哪裡不划算 絕對不是什麼 因為s比較大 所以我就要付出比較多錢這種答案 因為你s變大的話 t就可以變小 道理跟剛剛是一樣的 因為你的這個principle 它risk neutral 但是agent risk averse 所以今天如果有這個system裡有risk的話 最理想的情況就是所有的risk都讓principle去吃 然後agent就不要有risk 這樣是最好的啦 就是你今天有一個人可以承擔風險 另一個人不行 那就讓能承擔風險的人承擔所有的風險 這就是為什麼first best的時候s是0 因為這樣所有的風險都是principle在吃 那second best的話就不行 因為你要真那麼做的話 agent的effort就是0 所以你沒辦法做到那麼理想的狀態 但是你至少不會讓所有的風險都是agent在吃 對吧 s如果是1的話 就是所有的風險都給agent 然後principle沒有風險 那這很顯然的 在這個system裡面是inefficient的 因為能承擔風險的人沒有承擔風險 不能承擔風險的人滿身都是風險 這樣 所以呢 optimal solution 一定會把s從1往下調 調到哪裡就再說 但是他一定要往下調 這個東西啊 就是 我們呢 在video裡面有說 通常你要表現一個人的risk aversion 是把他的utility function設成concave的 這大概沒什麼問題 對吧 實際上呢有另外一種選擇 我們來介紹另外一種 model一個人的risk aversion的方法 不過這個地方的risk aversion是有打雙引號的 所以表示我等一下要介紹的東西 實際上我們還是會說這個agent是risk neutral 只是有其他的限制 但是你會可以理解 他跟risk averse是蠻接近的概念 今天我們還是考慮LEN model 我們來把u of z 設成z 換句話說就是這傢伙risk neutral 但是我們說呢 agent等一下會有所謂的Limited liability constraint Limited liability翻成照中直接翻譯的話就是 他能承擔的這個負債是有限的 他能預先付出的錢是有限的 也就是這個t要是non-negative的 t要是non-negative的 好 那等一下他自然會發生一些作用 不過在他之前先討論一下 我們在model裡面都跟你說 agent可能是risk neutral或averse 然後principle一定是risk neutral 為什麼啊 為什麼我們不假設principle也是risk averse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不假設principle也是risk averse的 首先很難算嘛 撇開這個理由以外還有嗎 那換一個角度問好了 我們如果假設今天這個東西就是 老闆跟員工 然後你說員工risk averse 大家覺得合理嗎 還行嘛 畢竟人都是要養家的對吧 然後就是老闆 那老闆risk neutral 然後我們沒有假設老闆risk averse 這很合理嗎 這很合理嗎 為什麼呢 出來做生意總是有點錢 所以承擔風險能力比較高 所以對於風險能力來說就是沒有差 就是能賺多少 就是expedic value比較高 比較重要 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剛剛講的那個理由啦 你今天想像這是一家公司 或者說是公司的owner什麼的 那他本來就比較能承擔風險 對吧 因為 比如說公司缺錢可以去借嘛 公司如果賠到爆 如果這真的是一家公司的話 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話 也不會賠到老闆本人身上 然後公司他本來就經常有貸款 然後有收入把還貸款 然後再借再還再借再還 這些東西都是很正常的 公司因為他的資本比較大 所以上上下下的浮動他覺得比較OK 但是你今天如果是一個個體的話 就沒這麼OK 對吧 你今天就是家裡就是有三個小孩 然後每天就是要付學費 就是要吃飯 然後你的80老母每天的醫藥費 就是怎樣這樣如何如何 所以呢 你就是每天都要生出錢來 你每個月都要生出錢來 所以雖然你身為一個sales 你這個commission rate也是挺好的 但是你還是要拿一點底薪 不然萬一餓死就慘了 大概是這個感覺 大概是這個感覺 所以實際上呢 這個底薪這件事情 在業務員身上還是有的 就多多少少要給一點 不然實在風險實在太大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在討論這種model的時候啊 簡單的假設就是 組織或者是個體它的規模越大 那它的risk-averse的程度就越小 你越是一個個體 你就越risk-averse 你越是一家公司 就越risk-neutral 應該還OK吧 所以當這裡是公司跟人的時候 我們公司是risk-neutral 人是risk-averse 是很合理的假設 當然也有一些model 你可以假設 這個公司也是risk-averse 但是你就不會假設公司 比人還要更risk-averse 所以比如說假設 假設我說 agent的utility 是negative 哎呀寫錯啦 是negative exponential 這樣子 那我如果假設 principal的utility 也是這樣子的話 那roll跟add 誰應該要比較大 靠近0 就是risk-neutral 靠近0的人比較risk-neutral 所以應該要這樣子 agent要比較averse 然後principal要相對的好一點 OK 這樣子的model比較OK 大家覺得比較合理 如果你硬是假設這樣 然後去推得一個 跟以前的result 不太一樣的result的話 你得要說服別人 什麼時候 在世界上的哪個角落 的哪個產業裡面 有公司 是公司比人還要risk-averse的 然後這件事情有多普遍 人家才會覺得你的paper 有點看頭 這樣子 不然的話這個是比較合理一點 OK 那 也不是沒有paper 討論risk-seeking的人 或是公司會怎麼樣 不過相對比比較少就是 好吧 總之 你知道這是一個 關於risk-averse的相關的討論 好 我們現在回到這個problem本身 我們來試試看 今天呢 我們來看看 這裡是一個second best的problem 所以principal 他會offer contract 而agent 他會試著把東西解出來 因為我們是假設LEN 所以我們還是說offer是ST 不過呢 當然這裡已經沒有所謂的E了 因為那個utility現在是linear的 所以 outcome是normal 然後 compensation是linear 在這個前提下 假設agent已經拿到ST了 請問他的optimal effort會是多少 好 那你要做的事情 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寫下agent的expected utility 然後optimize他 好 試試看吧 我這邊是要解agent的forum 那就是 就如這邊所列的 然後我解他的expected的效用 那他這邊uz是 就是 z就是後面那一串 t加s 然後qr直接帶成a加那個 那個叫什麼 epsilon epsilon 然後再減他的2分之1 a乒乓 那帶均勻去之後 就 嗯 因為這邊的隨機電數 就只有那個epsilon 那 然後他又會被消掉 因為他的 呃期望值是0 那到時候就會 最後就只會增下 t加sa-2分之1a乒乓 那再根據這個解 一些條件 那就會得到 最似的a是s 就這樣 好的 沒有錯就是這樣子 好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題目這裡 好 給定s跟t了以後呢 你這個princip 你這個agent要做的事情 就是 根據s來給effort 對吧 如果你認真稍微看一下的話 我們剛剛列出來的agent的utility 是 t加sa-2a平方 跟之前他risk-averse的lem model比起來 就差後面那一項 後面那一項是-1-2a-s平方sigma平方嘛 然後這項跟a又沒有關係 所以你這個東西解出來的話 a就會是s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不同之處 好 那現在formulate這個principal的contract design problem OK 那這個contract design problem 當然是基於你知道 agent會做出他應做的選擇 agent會做出他應做的選擇 這樣子 然後呢 這裡的 Wording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 follow我一下 小c 你不要把t大於等於0 放進去 小c你假設沒有limitedliability 等一下小d會做有limitedliability 所以小c principal 就只要面對ir constraint就好了 小cprincipal只要面對ir constraint就好了 試著寫寫寫看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啊 今天我要做的事情是求s跟t來滿足若干事情 首先我principal的utility function顯然跟之前一樣 所以就是1-s乘上q嘛 q的期望值就是a a呢在這裡就會是s 可以吧 然後呢 你再-t就這樣 那subject to agent賺到的錢 agent賺到的錢是t 然後 然後 再加上s乘以a 對吧 s乘以a嘛 那s就是 a就是s 所以就是加s平方 然後 減掉1 2分之1a平方 就是1 2分之1s平方 這樣子 這個就是principal 這就是agent 能賺到的錢 那你把它弄一弄的話 就會變成 這樣子 ok 這個東西大於0 好 那你今天這個東西 如果來做個reduction的話 你就把t消掉 那很顯然地 就會變成s-s平方 再加1 2分之1s平方 也就是s-1 2分之1s平方 如果你做first order condition的話 就會得到1-s要等於0 所以s就要等於1 那自然action就會等於1 所以這樣就first best 可以嗎 剛剛如果有做不出來的同學的話 就看一下喔 步驟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所以 你要 遇到這種問題 如果感覺苦手的話 那就是 慢慢來 你先想principal的這個utility長什麼樣子 然後agent的utility長什麼樣子 然後不一定要像這樣起得那麼快 你可以一步一步慢慢來 然後還不行的話呢 就去釐清每個變數是什麼意思 然後utility function怎麼套用 多練習也就ok啦 好 所以這東西是這樣子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基本上是解得出來的嘛 然後它會first best 它會first best 所以最後呢就是我們來試一下這個 今天我們把t大於等於0 加進去 把t大於等於0加進去 然後呢 請你試著再解一次 並且證明first best是得不到的 就這樣來試試看吧 簡單來說 今天有兩條constraint 所以你的不能隨隨便便的就說這條constraint binding 那想想看你要做些什麼 因為看那兩條式子 那個 那個 constraint應該哪一條 你看第二條式子 其實它會把第一條變成一個當的 那二分之一 s比方一定是正的 所以我t大於1 就是最配的 只要用第二條就好了 所以第二條是 發一點的那條式子這樣子 所以我們把t.0丟進去那個 喔 預計五方選的話 就是只剩下1-s乘來s 這樣 所以就是 這樣 幾幾幾幾 然後就得到 24二分之一的時候 會是optimal的 然後所以就得不到 就是first best的結果 因為它t.0丟 代表我說就是 principal它沒有給 那個agent一筆錢 給它那個 要什麼 保證金這樣 所以就是它們兩個 要一起去取分的那個風險 所以二分之一的話 感覺還沒有 如剛剛所說的 這個constraint會變成redundant 所以你把t等於0 binding的話 你要optimize 1-s乘以s 那這樣的話 自然就是s要等於二分之一 換一個角度想的話 今天你如果constraint 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如你所知 這個東西binding 你有任何理由給它fix t 也沒有 對吧 因為你剛剛已經知道a等於s 所以給它fix payment 對於激勵它努力工作 就一點用都沒有 一點用都沒有 好 那現在回到這裡 所以你這裡知道system的 這個effort level 是二分之一 就沒有之前那麼好 之前的話是1 如果沒有limited liability的話 這個channel 是賺比較多錢的 然後是賺 怎麼講 effort level是1 所以這個system的profit比較大 今天有limited liability的以後呢 就只剩下二分之一啦 那這個道理其實也滿容易理解的 就是 我今天如果是agent 然後我覺得我能夠承擔風險 而且我是完全底能承擔風險 所以我的utility function是linear的 而且我也沒有limited liability的話 那你回憶一下 剛剛我們那裡解的時候會解什麼 如果今天沒有這一條constraint 我們的optimal solution是s等於a等於1 而且t等於1-2分之1 這哪來負的啊 負的吧 負的吧 這樣子 負1分之1的話 表示什麼呢 就是表示是agent要先給principle一筆錢 說求求你讓我幫你工作吧 這樣子 然後principle就說 好行 你先付我一筆錢 不過呢我也不是什麼壞人 等一下賺多少你通通拿去 這樣子 對於要激勵員工 或者激勵你的下游努力工作來講 這個是最有效的嘛 就是你賺多少錢通通拿去 這樣你就會最認真 好 那與之相對應底 principle可以計算出 這個情況下agent預期可以賺多少錢 principle就說 那你就付我這些錢 我就讓你這樣子工作 這樣子的話呢 大家都開心 大家都開心 然後principle可以賺最多錢 那今天如果不信底 principle想要這麼做 但是agent有limited liability的話 agent somehow就是拿不出這筆錢來 因為這筆錢是先付的嘛 你可以想像這是某一種形式的 risk aversion 就是我雖然覺得 待會兒每一分錢都是我賺到的 這樣很好 但是我現在就是不肯拿出一筆錢來 得到這個做business的機會 因為對我來說 這筆錢很重要 我要保證我有錢 可以養人家活口 這樣子 所以他可以保證這個agent 他能夠賺得到錢 對吧 你今天如果t大於等於零 那s也大於等於零的話 基本上這個agent就可以保證 他的payoff會是正的 但如果今天他是先拿出負二分之一 他先付出二分之一塊 那雖然他的期望值是ok的 但是他也是有機會最終會賠本 對吧 所以就是這個的差別所在 如果agent就是不想要risk 那他就會有這個limited liability 的 constraint 那這個時候呢 這種形態的risk aversion 一樣會造成 second best 沒有辦法跟first best一樣好 所以 這是另外一種描述risk aversion的方式 你要嘛就是那個u 是concave的 要不然你u可以是linear的 但是你有limited liability 這東西一樣會出狀況 然後讓你的second best 不能像first best一樣好 那理由就是如剛所述 如剛所述 所以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接受你使用這一題的這種model 對 那你當然不至於會在那個時候說 我們假設agent是risk averse 你就會說你假設agent是risk neutral but subject to limited liability constraint 這樣子 大家基本上知道 這就是某一種另外一種型態的risk averse的agent 可以嗎 那他有很多好處啊 比如說這個數學一看就覺得比較簡單嘛 對吧 所以他有時候可以讓你用比較簡單的model 得到差不多的結論 所以有時候是用得上的 有時候是用得上的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 這個t等於-1的這件事情啊 就是agent要先拿出一筆錢來 然後讓principle允許他做生意嘛 基本上就是某一種形式的加盟金 對吧 我今天要開店 不如你這個允許我開店吧 就是說好啊 先付一筆錢 那接下來賺多少 就是你就拿去 這樣子 就是某一種形式的加盟金嘛 對 然後我們當 當S等於1的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說principle在做一個strategy 叫做sailing the business 詞聽起來很fancy 其實也沒有什麼 就是好 我就把這個 這個商業活動就委託給你 你想做就去做吧 你就是我的代理人 你賺多少都是你的 不過最後你要先付我保證金就是了 要先付我加盟金 那 如果你完全地不要任何 你身為principle 你完全不要任何 outcome based的compensation的話 就等於是你把這個business賣掉了 對 那就是你去做吧 不過你先付我錢 這樣子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我們就叫他 sailing the business 然後 這個樣子 所以在這個題目裡面 你看到另外一種 描述risk aversion的方法 類似risk aversion的方法 然後你看到 對 risk aversion會造成 second best suboptimal 然後會造成這個 principle inefficient system inefficient 這樣子 OK 所以呼應一下我們之前講的東西 這個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感覺不錯 最後一題 剛剛討論過了 就是這個 為什麼 cost 有時候放在裡面 有時候放在外面 基本上就是一個model choice 對你來說好解的東西 你就嘗試用它 它如果說得通 就OK 當然你不要逆天而行 你不要找一些說不通的來 這樣子一樣也是 讓研究沒有什麼成果 所以 找一個說得通 然後解得出來的model 大概就是你要做的事情 可以嗎 好 關於moral hazard有沒有什麼別的問題 好 如果沒什麼的話 moral hazard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整體來說啊 這個 你這個學期學了 粗略的來說學了三種東西嘛 就是 adverse selection裡面的screening adverse selection裡面的signaling 還有 moral hazard 對吧 那你看到了各種不同的 這個modeling的可能性 所以 挺有趣的 因為 本來資訊不對稱 也是很抽象的東西 但是 你如果用適當的model來描述的話 也是可以 有助於你把事情分析得更清楚 人家常說這個 研究方法分為很多種嘛 直性的啊 量化的啊 解model的啊 或者是做實證的啊等等的 那因為 建model這種做法 它實際上很 很 怎麼講 吃數學 所以總覺得好像比較偏量化方法 但是 某方面來講也不是 你可以想像我們在做這些 建model 解model 然後推理 然後解釋的這個流程 實際上 怎麼講呢 它某方面來講也是很偏執性研究的 因為 你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什麼資料收集啊 什麼 什麼 採集問卷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都不需要 你本質上就是一個腦袋裡的推理的過程 只是有時候要用紙跟筆把一些model寫下來 因為你在推的東西太複雜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直接推出來 所以你才靠model來輔助你 model只是在幫助你把混亂的抽象的思緒弄得 看起來比較具體 讓你有跡可循 然後做邏輯推理而已 所以實際上這些模型就是 你的腦中的邏輯推理的工具啦 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你最終得到的結論 都不是看data得到的嘛 都是看model得到的 而所謂的看model得到的 就是你自己腦中的邏輯推理得到的 只是你的邏輯推理符合一般常說的數學性質 人們在最佳化他的東西啦 然後這個convex或是concave的東西 可以表示這個marginal utility benefit 怎麼樣地增還是地減啦 然後這個人們會 行為會受到constraint的限制啦 或者是人的理性到什麼程度啦 之類的 那總之 我們大概就是做這種事情